世界改变认知 认知也可以改变世界 万表流行力 天书GDC 你是不是工作越忙 越是想买一块好表 犒劳自己 最近我又开始新一轮找表了 找来找去 发现总是不满意 我也算是月表无数吧 就发现我想找的表 不是缺点什么 就是少点什么 我不禁问自己 你心目中的好表 到底什么样子呀 能不能提炼出来呢 这句话还真把我问住了 咱们就拿今天上手这块 捋一捋我的思路吧 从下面几个方面聊 外观 设计背景 趣事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的视频 请动一动你的玉指 一键三连 关于这表的品牌 大家可以自行脑补 它的型号是Lokomotive机车 不过这里的机车可不是摩托车 是更传统更有力量感的蒸汽机车 确切的说就是火车头 咱先说好表的外观 其实我多多少少也提炼出一些 好表的要素 比如层次啊 整体性啊 就是我们常说的 Integral Design 整体式设计 另外我还要加上一条 就是阳刚之气 但阳刚之气啊 咱们东西有别 咱们能信手拈来的例子啊 肯定是皇家橡树和鹦鹉罗 还有江山丹顿纵红四海 IWC的工程师 后发的爆款 比如朗格的奥德修斯啊 甚至连当年执掌艾比的梅朗家族复兴的亨利木什 也试图用整体式设计这个streamliner来寻求突破 你别说按照这个思路啊 差点能找到 至少很多表在某些方面是满足要求的 毕竟整体式造型并不是在高级表上先发的 咱们看到的爆款其实相当于蔡伦优化了造纸术或者爱迪生在前任的基础上成功地让灯泡商业化 反正如果不要求机芯和外观打磨 高颜值的腕表还是大把大把的 如果你感兴趣 咱们可以单聊 这款表啊 在层次感整体式设计方面完全继承了尊达的设计风格 说白了 这就是尊达设计的原版 最具辨识度的莫过于这个六边形造型了 应该说尊达就是以多边形破圈的 关于这个多边形啊 有个有趣的发现 多边形的起点是方形 然后是六边形八边形 还可以更多边 但结果是超过八边的就失去意义了 比如十边甚至十二边啊 等等 尊达自己的收官之作到八边形就打住了 尊达跟金工的合作应该是源自尊达到日本的一次旅行 以及他和福布家族成员 Hijiro Hatori 尊达在1979年为Credo设计推出了Locomotive万表 尊达此举曾经被瑞士钟表叶微词相加 至于说为什么咱们评论区里聊 看来瑞士之表叶也有外部假想敌啊 尊达委屈地说 我给亚洲朋友设计的表跟你们题材也不一样啊 你们至于那么介怀吗 这款表的设计灵感部分源于工业设计和机械结构 但Locomotive的名称含义不仅限于此 设计了战舰游艇 这次应该是路上的杰作了 这个黑色表盘就是蒸汽机车的颜色 这基于尊达的原始草图 表盘不是横纹 而是一个具有1600条金像线条的放出文 解读尊达的作品应该是最省心的了 你看这表壳的细节啊 复合打磨 交替呈现拉丝和抛光的效果 锋利的过渡 只能靠多件式表壳结构来实现了 这就是为什么尊达的作品总能成为爆款的原因之一 关于尊达的创新设计啊 以及它的打磨 当初遭到了表壳厂的抵触 我推荐你看我们之前做的尊达专辑 应该说源自上世纪70年代的设计 为腕表增加了表现力 其实这种设计呢 也是借鉴了几百年的首饰设计精华 要想闪亮就得限制抛光 要想表现整体造型风格就得使用哑光 但哑光有多种工艺 其中最考究也最费工的就是拉丝 其他的都叫平屉 比如喷纱啊 这个链带的装饰呢 就属于很费工的拉丝 应该说中渝尊达的原图设计 新款表链有相同的锥形和六边形 中间链接 上次我们讲尊达作品的时候说过啊 同样是尊达的作品 但做工难度是不一样的 皇家橡树是最难的 鹦鹉罗是最容易的 而贵朵这款 Locomotive呢 难度是跟皇家橡树相当的 当然还有伯爵的Upstream 也就是匠人精神的日本 在当下还敢接这种费工的设计 难上加难的是 这款表的材质 估计你也猜到了啊 没错是钛的 但是聊日本表跟聊瑞士表不同 瑞士表有人说我们是几级钛的 但是日本表包括灌篮师 吸铁城等等等等 没法简单的用几级钛来描述 吸铁城叫舒博钛 而京工集团用的钛 咱们暂且说叫新的超量高强度钛合金 高难度的打磨 同时确保佩戴的舒适性 为了长期使用和易于维护 这表上的螺丝已被调整为功能性了 而不仅仅是装饰性 所以啊 别再说表圈上的螺丝都对不起了 防水100米 活脱脱的豪华运动表 说了半天 整体式造型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我认为整体式造型的核心 就是它这个中置表 这款表呢 表壳到表大的过渡 既有皇家像素的影子 又有历史更悠久的望多姆造型 望多姆造型比整体式造型出现的更早 但在美学上跟整体式造型等相 这两种造型手法 易改传统万表的 稍显单调的圆形表壳加表尔的风格 让万表成为一个整体 也就是手轴化设计 那么为什么尊达给金工设计的这款表 没采用它惯用的整体式造型 而改用了望多姆造型呢 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解释 后面讲 纵观万表设计时 你会发现其实咱们上面提到的几乎所有的高端爆款 都有适应机芯的平替 平替就是平替 打磨就是猫腻 此外别以为这仅仅是机芯的差别 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好造型 或许谁都能get到 但如果用机械机芯的话 厚度是个挑战 所以在以上的要点里还要加上表壳厚度作为参考指标 这表极大成了吗 如果要挑毛病的话可能还是这个中置彪耳 这种设计属于望多姆造型 因为望多姆造型稍显文弱 与机车风格是有一定距离的 这种望多姆造型由于它有那个中置彪耳 所以跟它最搭的多边形应该就是六边形 不过这种造型我倒是觉得 反映了咱们东方人在尊达头脑中的折射 东方人跟欧美人在阳刚之气方面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含蓄优雅或许是尊达想表达的 另外别忘了 尊达设计的卡迪亚帕萨用的也是望多姆造型 这个解释你能接受吗 欢迎留言评论 不管怎么说 这款表的稀缺性已经让这些不足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尺寸是38.8毫米 这个尺寸我理解是最宽的距离是38.8 但如果考量它的一个边到对面那个边的距离 应该是不到38.8的 这个可以说对小手腕是非常友好的 厚度8.9毫米离超薄不到1毫米 因为是多件事表壳结构 你看切面 闪光和拉丝交替闪耀还是很显好的 表壳通过中置表耳连续构组到表链上 这个表链这个链接 不管是六角形的小链接还是横置的链接都是精美的拉丝效果 看着还是不错的 侧面是抛光 看到这里 我猜你已经get到我要总结的豪表的设计要点了 至少是一部分 我就是用这些要点作为筛选条件 看看到底能不能逃到一款我心目中的豪表的 但到最后我发现满足的越多价格就越高 当所有条件都满足的时候你就得越过一个坎 这个坎就是价格 这么说吧 越接近你的要求价格就越高 而且到一定程度价格构成里品牌光环的权重被过度放大 我只能望而却步了 我不确定你能不能买到这款贵朵 总共就做了300枚 日本本土留200枚 海外100枚 我得到的消息是 咱们国内仅分到了三枚 至于说在哪里买啊 Granseco品牌精品店可以接受咨询并帮你预定 只有少数人有福按公价买到 建议零售价8万9 这意味着什么 你懂的 如果说灌篮师对标的是劳力士 那贵朵对标的是什么 欢迎分享你的看法 回到开头的问题 买表犒劳自己 可以参考我刚才总结的方法 但不限于我总结的 我只是分享我的一种思路 还不够系统 欢迎你补充 更欢迎你来分享 你对一款好表 尤其是侧重研制的好表的看法 世界改变认知 认知也可以改变世界 靠理性分析 而不是人云亦云 找到自己喜欢的表 这叫智慧 咱们一起来 谢谢你 下期见